滾滾鞋血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高雄桃园区从20号晚间开始 下起间歇性雨室 桃园梅山里和秦河里 也分别在20号和21号撤离 共112位居民先行撤离 我们都前几天就已经都是 备好东西在这边了 然后说撤离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上来 上面的溪会直接冲击到我们村庄 所以我们就要撤村 上来避难 大雨不停下老农溪暴涨 造成台20线溪底变道也遭冲毁 另外一条连外道路 玉碎农路原本在21号白天还可以通行 但驱公所担心入夜后雨势增强 吸水会将寒管冲毁造成路段 因此在21号晚间6点 就先将玉碎农路进行预警性封闭 那一段都被偷 那个寒管被冲 上面的就没有路可以通过 不过随着台风远离 在今天早上5点半也已经解除 陆上台风警报 雨势也渐渐趋缓 桃园区晴河里和梅山里也解除撤村警报 玉碎农路也在今天早上开放通行 不过台20线溪底变道 因为老农溪暴涨遭到严重侵袭 目前还是无法通行 公务团还在评估何时可以修复完成 记者综合报道